记者黄文于台南报道,科学园区里有教堂哦! 台南科学园区有完善的自行车道,而且与汽车道分离,安全性高,成了假日骑铁马的好去处。 而园区里的高架石塔也因造型特殊,成了园区铁马轻旅行的重要景点。 其中一座位于台积电对面的侠客湖高架石塔外形像教堂,是游客避开的美丽景致。 南科管理局说,园区内共有五座高架石塔,四座工业用,一座名声用水。 而高架石塔的功能在于稳定均衡受水端用户的水压,保护配置管线及调节水量。 水塔的蓄水还可因应停电无动力状况下的紧急用水或消防用水。 而主要的蓄水池则隐藏在地面下,是园区内稳定供水系统不可或缺重要设施。 而每座水塔的大小也不同,主要依邻近厂商供水需求为主。 其中,位于道野湖长的象象菇,非别型的水塔,还融入园区所在新港社平普希拉雅族男性与女性的脸谱并穿着传统服饰。 白日或夜间还会呈现不同的景致。 而最受欢迎的侠客湖高架水塔,则是以清水磨煮起,却带有欧式教堂的尖顶,如同就立在水中并且倒映在湖面上深受游客的喜爱。